一直在我身邊都有一本字典 我記得我從中學開始 都有一本牛津出版的英文字典 為什麼我找到一本字典 因為英文翻英文 不是英文翻中文 有什麼好處呢? 我當時覺得 既然學英文 當然深的字不識解 淺的字應該會識解 所以買一本譯英的字典 一舉兩得 除了懂得深的字 也溫回舊的字 所以我一直用英亦英的字典 有些同學笑我 你不是很浪費力 我說讀英文是要浪費力一點的 當然牛津我知道 有很多其他的漢文 有雜誌 有科學雜誌等等 不過字典 剛才一問我最深刻印象 就是英文字典 也記得當時我們開始讀英文的時候 那些教科書是牛津出版的 當然大家都 香港讀書的小弟弟 尤其是我們那輩子 都會記得 Amen 和Pen 那些 當然說起來很好笑 所有香港的時候 讀英文都讀過那些 其實英文是一個國際語言 尤其是在今天 尤其是我們研究科學的話 英文就是科學的語言 所以我覺得 在香港有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香港普通一般的英文的水準非常之高 在一個國際城市 用一個國際語言 我覺得很適合 當然將來可能 中文越來越多人用 但我想英文都不可以取代 用了很多時候 尤其是我們現在 這半年青人 我想要學好英文 對他們將來 求學也好 做事也好 尤其是如果能夠去外國 去深造那些東西也好 英文是非常之重要的 當然一個教材 就要有它的水準 我相信 尤其是英文 是這個所謂第二語言 我覺得更加重要 在外國來說 他們英文的書籍 可能未必適合我們 所以如果有一個出版社 能夠考慮香港 徒學的需要 香港學生的需要 而出一些英文教科書 或者其他教科書 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覺得一個出版社 或者是一個學校 常常都說我們教學相長 所以我覺得 如果教科書和老師 都一路跟同學一起成長 適合現在時代的需要 那麼同學 學習應該很有興趣 他們學習應該更加好 所以希望牛津出版社 在香港繼續課揚光大 大家一起努力 做教育工作 當然希望有些出版社 和我們教育界一起合作 聯合目前的需要 將來的需要 大家一起努力合作